在台灣創下3.31票房的國片CANON 上週末期陸續在日本各地上映 由於電影的主角是日本男星 用來證明電影的主題又融合了日劇時代的多元文化 特殊的題材讓日本國營電視台NHK 做出長達十多分鐘的專題報道 日本NHK主播大躍特地到台灣專訪CANON的監製魏德盛 對於這部電影引發黃明化的批判 到底台灣人對於日劇時代的歷史該如何看待 魏導表示他只想誠實地面對歷史 為了想全面了解台灣如何看待日本的殖民文化 NHK也詳細介紹了魏德盛的前一部電影 了解固設世界抗日戰爭的賽德克巴萊 台灣和日本之間交錯複雜的歷史糾結 隨著魏導的賽德克巴萊和CANON等電影 逐漸讓日本人了解這段複雜的殖民史心路歷程 CANON除了風靡台灣外 如今魅力也將席捲全日本 記者會中 綜合發達